今天G點小編和大家看看 見到阿婆想坐車就急急開車走人 網民串爆她 優質服務的的士司機 近年香港的士業界被黑的搞到臭名軟薄 還要醜出香港 暖劏客的醜事傳遍內地甚至海外 的士業界不斷說要提升服務改善形象 以免被黑的搞彎全行 不過有時不是你想做就做得到 只要有一顆老鼠屎就可以壞了整棵粥 在星期六有人以優質服務為題上傳了一段影片 片中見到一個婆婆拿著拐杖慢慢走到一輛紅色的士 剛剛走到車尾的士竟然開車走了 搞到婆婆有少少失平衡 搖了兩搖 幸好沒有跌倒 原來的士行業這麼好 多錢到有生意上門都會不理會走去 有網民說出一些疑似業內行情內 一定不是近不去、遠不去、交加不去、過海不去 大吐破老人家、輪椅 我看不到你 據問有部份司機是不喜歡接載老人家的 因為上車慢、下車又慢 浪費我時間 不喜歡接或不喜歡接 都不要令婆婆差點跌倒這麼無陰 婆婆真的跌倒的話你過意得去嗎? 有網民就以第一身角度貼文來串爆他 我是黑的 這個客人不適合我心水 我是他在 你吹嗎? 我是正式DC9 遲些我再要求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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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真是處得挺英 幸好最後 車鏡片主各位的士司的哥哥 接了婆婆之旗 安全送了婆婆的目的地 的士業界是有好司機的 都明白的士業界有心搞好服務提升形象 不過這個行業過體很多 很難全面地做得好 真的要好好加油 不要被害群之馬淚皆慌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